自初到起,霍建华的古装扮相就深入人心,天下第一归海一刀,仙剑奇侠传三徐长青,怪侠一只梅黎歌笑,轻视黄飞流连城等角色是许多观众心中的白月光,天涯四美的称号当之无愧,花千古中,他出演的白子化几乎完全贴合原著中仙姿秀义,孤冷出尘的描述, 再加上演技在线,直接一举拿下年度最受欢迎男演员 2016年5月20日,霍建华官宣与林心如的恋情,两个月后二人举办婚礼,次年女儿出生 自此之后,霍建华就基本处于半退圈状态,三年多来仅在林心如监制的华灯初上中有客串,几乎每次出现在大家面前都是陪老婆孩子 还曾因为被拍到不修蝙蝠的样子被网友调侃,昔日美男已步入中年危机,无戏可拍 如今的霍建华专心当奶爸,为正在拼事业的制作人林心如照顾好家庭,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霍建华早已登上过几次事业巅峰,放下工作回归家庭,认真享受生活其实也不失为另一种成功 赵丽颖,挥别感情,扛起大女主拍摄花千古前,赵丽颖虽然有陆珍传奇和珊珊来了两部代表作,但知名度有限 离报还有一段距离,花千古播出后,赵丽颖凭借小谷这一角色拿下第22届上海电视洁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 之后参演的乘风破浪,楚桥传,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影视剧无异不是好评,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小花演员,拿奖拿到手软,真收视率的保证 2018年,赵丽颖跳国公开恋情,直接晒出结婚正观轩与冯绍峰结婚,将明澜夫妇照进现实,次年儿子想想出生 婚后二人时常被拍到亲密同框,至少传出婚变的传闻,感情稳定 然而去年4月,二人却突然宣布离婚,精准妇科官宣结婚时的毫无征兆,一度让各大平台的后台瘫痪 离婚后,赵丽颖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事业,跳出现演古偶的舒适圈,借演现实题材电视剧幸福到万家大胆转型,让人期待 除了男女主,配角门的现状也各有不同 出演东方郁青的张丹丰因为角色人设讨喜,成为当年人气最高的男配 甚至有很多观众希望结局是他和花千古在一起幸福生活 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因为和经纪人碧莹的绯闻引发重怒,被大众唾骂抵制,事业的巅峰集终点 舆论之下,之后张丹丰在《无水花》几乎在荧幕上消失,不做就不会糊的典型 杀姐姐马可最开始出场时让部分观众直呼辣眼睛,浓妆和长发造型实在是欣赏不来 但因角色魅力和出众演技,她还是因这一争议极大的角色出了圈 但可惜的是,马可之后接的剧几乎都是差评,3.3分的《思美人》和2.4分《极光之恋》消耗了她多年来积攒的人气 如今更是沦为配角背景版,让人感叹演员还是要认真挑剧本,不然分分钟就成为路人 不过事业上虽没有进展,但她收获了美满的家庭 2021年官宣已结婚两年且已经有了孩子,祝福 出演夏子勋的奖心凭借《欢乐颂》第22届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 凡胜美一角让人又爱又恨 每年都会有新作上映,虽然不是部部剧都出演女主 但观众员十分在线 今年,她和黄晓明、万倩、王志飞等资深演员合作的近代谍战剧《潜伏者》将播出 值得期待 饰演孟玄朗的徐海桥最近也是风光无限 她和刘亦菲、陈晓合作的《孟华录》正在热播中 剑一丝千的凤凰男欧阳旭着实让人想冲进屏幕暴揍一顿 剧中的欧阳旭辜负了赵判儿 现实中徐海桥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刘亦菲迷地 根本控制不住上扬的嘴角和颧骨 靠花痴躲过了网爆Tilda 当年花千谷中的餐饮艺人中 有人抓住了机会迅速走红 有人兢兢业业为角色付出中或认可 也有人一夜登顶却落得无人问津的结局 娱乐圈中新人迭代起起伏伏 每个人的未来都是未知数 认清现实、找准定位、努力工作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